大家好,我是阿尔姐 夏天天气炎热,很多朋友会来做凉面 做凉面的面条是用温水来煮还是用开水来煮 这期视频就把最好吃的方法分享给您 保证您做出的面条爽滑又筋道,特别的好吃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配菜 提前准备半锅的水 再加入一块鸡胸肉 再加入葱姜料酒去腥 开大火煮开 开锅后转小火煮10分钟 接下来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再用筷子将鸡蛋充分搅散 让蛋清蛋黄充分融合到一起 取出平底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再用刷子涂抹均匀 然后倒入蛋液 然后再转动锅子 烙一个均匀的鸡蛋饼 一面煎至定型后翻面 将另外一面煎一下 两面煎至定型后取出烂凉备用 接下来切点配菜 准备一根洗净的黄瓜 黄瓜斜刀切成片 再继续改刀切成丝 再将切好的黄瓜丝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胡萝卜同样先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丝 再将切好的胡萝卜丝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 切适量的葱花 再将切好的葱花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粒大蒜 将大蒜先切成片 然后改刀剁成蒜末 最后剁成这种比较细腻的蒜末就可以了 再将剁好的蒜末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的鸡蛋饼也已经晾凉了 将鸡蛋饼卷起 然后改刀切成丝 切好的鸡蛋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小碗中加入两勺芝麻酱 再分次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芝麻酱卸开 边加边搅拌 最后搅拌至芝麻酱变白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到一旁备用 提前烧一锅开水 下入一把绿豆芽 将绿豆芽焯一下水 绿豆芽约煮两分钟 孔水捞出 放凉备用 现在鸡胸肉也已经煮熟了 孔水捞出来 再将鸡胸肉撕成小条 这里尽量撕得细一些 接下来准备一锅清水 煮至微微冒泡 加入一勺食盐 再下入提前准备好的面条 搅动一下防粘 再开大火煮 煮至微开后 再加入半碗的清水 再次搅动 让其受热更加均匀 再次煮开后 再加入半碗的清水 再次煮开就可以空水捞出来了 再将煮熟的面条放入凉水中过凉 这样煮熟的面条爽滑筋道 非常的有嚼劲 过凉后空水备用 再将煮熟的面条中加入适量的小末香油 再下手抓拌均匀 加入香油可以防止面条成坨 也不会粘连到一起 接下来拌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一勺小葱 一勺蒜末 一勺白芝麻 一勺辣椒面 一勺13香 再浇上适量的热花椒油激发出香味 再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食盐 一勺白糖提鲜 再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陈醋 再将料汁搅拌均匀 再把拌好的芝麻酱也加进来 再次搅拌均匀 这样的料汁会更加的浓郁 非常的好吃 先放到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盘 加入准备好的配菜 最后再把面条放到中间 再加上拌好的料汁 这一道好吃的祭司凉面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的凉面虾辣开胃 特别的好吃 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就来上这么一份 非常的不错 做法呢也是特别的简单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了 给家人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